由于新冠患者住院人数激增 洛杉矶线紧急医疗服务机构周一发布了指令 要求救护人员应紧对养饱和度低于90%的患者 适用氧气以节省氧气 该机构最近还发布备忘录 指示救护人员不要将几乎没有生存机会的患者 转送到医院去 加州周一新冠感染人数再冲新高 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7万4千人 而加州疫情最严重的洛杉矶线过去7天 每天平均死亡184人 住院人数高达7898人 其中21%需要重症监护治疗 短期内如此众多的新冠患者 涌入洛杉矶县的大小医院 让县的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冲击 圣诞前后 每天有700多名患者或者疑似感染者入院 同一时期 每天只有500人出院或者死亡 需要住院的人士被迫在救护车 等待多达8个小时才能进入急诊室 救护车被困在那里 也无法抽身回应新的呼叫 全县医生和护士都反映 他们正在应对曾经难以想象的情况 在托伦斯附近的Harbor UCLA医疗中心 重症监护病房的容量已经是150% 不堪重贺 首席医学官马哈詹表示 医院将停止对患有肾脏疾病 以及类似病症的患者 提供呼吸机和透吸机供应 由于停放尸体的太平间空间已经被占满 医院后面还放置了两辆冷藏卡车 医院期望国防部周四 能够提供更多的人员协助医院 医院有望获得6名战士医生 3名呼吸治疗师 以及11名护士的支援 而他们将至少在接下来的30天里 帮助治疗住院病人 还有部分员兵会前往洛县的 旗舰公立医院洛杉矶县 南加州大学医学中心 洛县卫生服务主任克里斯蒂娜·加利周一说 许多医院已经到了危机的境地 并且不得不对患者的护理 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 事实上 洛县紧急医劳机构最近发布的备忘录 指示救护人员 不要将几乎没有生存机会的 大多数病患转移到医院 在新冠疫情导致医院出现 供求危机之前 医院有能力容纳 康复希望不大的病人 而现在对于那些心跳停止 虽然进行复苏救助 但仍没有呼吸 运动 脉搏或血压迹象的患者 会现场宣布死亡 而对另一部分患者 实施复苏急救 要直到患者恢复脉搏 并稳定下来 才会送往医院 为了解决短缺的问题 官员们制定了一项紧急计划 以建立临时的救护车 接收空间 该空间设置在急诊室入口之外 通常用帐篷或毡棚遮盖 以容纳患者 当急诊室中 所有可用的患者治疗区域 包括走廊 都已经人满为患 并且由EMT或者护理人员 管理的至少三辆救护车 或至少三名患者 必须等待一小时以上 才能使用救护车 接收空间 为了应对医院 日益紧张的氧气供应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加州建立了一个 全州性的氧气小组 陆军工程兵团 已经派出专门人员 更新了洛杉矶县的 一些老龄化医院的 氧气输送系统 该州还在努力地增加 对家庭氧气使用的支持 使一些患者 可以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康复 从而在我们现有的设施当中 提供更多的可用性 和更大的容量 天下卫视洛杉矶编辑报道